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就会在这支视频里面一一为大家解答 当然如果你正好打算养一只柴犬 那么看到这支视频我真的觉得你会赚 我会把我养狗的所有干货倾囊相授 那如果你是来云鹿狗呢也非常欢迎 不会以我养了一岁半的公柴秋菊为出镜模特 他有非常典型的柴犬性格 我相信你通过了解秋菊 那么其他柴犬也不在话下 首先我们来说说柴犬的优点吧 身子挺拔表情丰富照片杀手 结果一部说了你通通都懂 时亮相 时空经口粮能吃一个半月 而且还是在有受挑食的情况下 所以能给他买一些比较好的进口狗粮 再来柴犬爱干净没有体味 我们接秋菊是他三个月的时候 在犬舍里他就学会了在狗狗厕所定点上厕所 从小他就坚决不碰自己上过厕所的地方 哪怕只有一丁点空间 只要他拉过 他就会蜷缩在角落 不去碰他的排泄物 我觉得这一点和猫有点像 接下来一般情况下柴犬都会很安静 在我印象中秋菊叫的情况趋值可数 总之非常少叫唤 甚至买秋菊犬舍那家的老板跟我们说 他们有一位客人买回去 然后反映说这只狗是不是假的 因为不会叫 然后很多人认为柴犬是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 主人的命令都能听得懂 学得也很快 但关键就在于他愿不愿意服从你的命令 再去 再去 所以网上的那个犬类智商排名 我个人认为只能作为参考 柴犬的智商排在哈士期之后 完全是因为他的服从性不够强 然后大多柴犬都比较独立 不粘人 不像很多小狗时刻都要粘着人来拨眼 比如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忙自己的事情 给他一个小球 他都能安静的玩一整天 除了优点柴犬还有很多缺点 下面我们来客观的认识一下 如果你要养柴犬你必须要了解 是对你负责 更是对你家狗的命运负责 有的人认为这无所谓 但是如果当养了柴犬以后才知道这些 那么最后等到你不喜欢这条狗 把它送走 甚至抛弃 那就太不人道了 首先 第2毛 柴犬是双层背毛 它们手感很好的同时 每年春冬凉季要换两次毛 家里经常发如雪 柳须飘 强迫症的我严重的时候 每天要打扫两次以上 所以养柴犬要做好勤劳的准备 第二 精力旺盛 柴犬属于中型犬 每天运动量至少在一个小时以上 要知道狗也是有心理健康你说的 那么下楼玩 就是它们释放压力和精力 以及防止拆家的最好方式 我今天带你玩够了呀 三个小时还不够吗 你过来 柴犬 不要弄昆明花 你让 我家狗只听听懂昆明花 都听不懂普通话 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遛狗的话 那么就要慎重考虑 第三 巨丑无比的尴尬期 正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很多人怀疑自己养的是不是土狗 花了一两万买了只大方 实际上只要你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 坚持度过尴尬期 一岁成年以后 颜值就会逆袭到你跪舔的程度 第四 很重要的 撒手眉 我自己有一个昆明本地的柴犬群 群里几乎每周都有寻狗启士 所以请记住 柴犬这个品种是一定不能放养的 一定要签好 我上周六秋菊的时候 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小伙伴 有其他柴犬 边木 金毛 差不多五六只那样子 大家在一起玩 然后秋菊就玩嗨了 他的柏圈就在他各种诡异的姿势扭动之后 我感觉他当时整只狗都解放了 我尽量冷静地控制自己慌张的情绪 拿狗粮蹲下来呼唤他 毫无反应 他根本不理我 好在是在小区里面 其他狗主人和我一起围堵了他大概十分钟的样子 就像在上演一场 活鱼狗狗的大草山逼到绝路上 一把把他抱起 我都不想回想了 真的 秋菊这种 是大多数柴犬的通病 根本喊不回来 那就等着也发寻狗启事吧 第五 一定要知道 好像每一点都很重要 柴犬是原始权种 性格高冷傲娇 警惕性和戒备心强 偏敏感 所以养柴犬要特别注意确立主人的地位 如果养的时候不注意 那么他就会不断的尝试挑战你的底线 当他一旦发现有时候可以不服从你 那么从此他也就认为可以不用服从 也就很难再驯服他了 综上所述 幼犬妻不好好教育 等到成年以后在家里护食 称王称霸 出现头狼意识等等 那个时候再驯服就很难了 另外我前面讲到 是因为柴犬的服从性差 所以才会有他们性格倔强这种说法 比如说狗的时候整只狗都是歪斜的 又比如耳朵 大多时候只是个装饰 如果了解了缺点 你仍然执着 或者说在幼犬期 你决定好好训他的话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购买指南吧 想买柴犬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太贵了 几万一只 黑心犬舍吧 哇淘宝上的柴犬3000一只 微信上这个卖家发视频给我看了 看起来很靠谱耶 以上的想法统统会害了你 我先说淘宝 一般平向好的价格低的狗 绝对有问题 当时我的朋友很想买柴犬 想让淘宝看看 结果那家店用的是秋菊亲妈的照片 卖家还说 这只狗刚四个月大 秋菊亲妈四个月大 后来我们一起举报了它 再来说微信 他们的套路一般就是视频选狗 付了定金以后就发货 结果送来的狗不是你选的那只 或者就是星期狗 然后找他们理论 他们不仅理由充分 一言不合就把你拉黑 到时候这条狗是养还是抛弃 再来说什么狗都卖的宠物店 他们一般都是一窝小狗 每条小狗都来自于不同的父母 而他们的父母是谁 老板可能都不知道 很大可能就是整窝或者零散几只 从其他地方收购来的 这种情况下狗的性格 遗传病很难有保障 甚至有时候会买到星期狗 那么要去哪里买狗呢 正规犬舍 犬舍一般只卖一种狗 并且大多都有自家的繁育基地 定期呢还会引进新的血统犬 这也就保证了犬舍的 犬种的基因稳定 比如秋菊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是谁 犬舍都会提供一份血统证明 我们都是知道的 稍作一下补充 为什么我一直在这里 强调基因这个问题 因为往往基因缺陷 会导致它成年以后的各种疾病 当然了 如果你准备购买的渠道 和它非常的熟 或者是那种距离远 但口碑一向很好的店铺 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 如果是从朋友家下的载里面 准备挑选一只的话 那就要做足基因和品项的功课了 我前面说了那么多 那么买狗其实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 市场价格 柴犬的市场价都是一万起步 血统品项和价格是成正比的 一分钱一分货 那么找到了合适的卖家 就来说说如何挑选一只好看的柴犬 也就是你们最关心的品项问题 暗颜色柴犬分为四类 最常见的赤柴 稍少一些的黑柴和白柴 最稀有的是胡麻 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好坏之分 主要看你喜欢什么 再来说说画色 我这里暂时不讨论白柴和胡麻 先来说赤柴就是秋菊这种颜色 赤柴小的时候 其实和长大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在我买秋菊以前 找了好多网红狗小时候和成犬的照片做研究 从中还是找出了一些可循的规律 小时候颜色越深呀 长大就越赤 小时候颜色越浅 比如秋菊这种 长大了以后颜色就会淡一些 幼犬的时候 它们身上还会有一些黑毛 长大了以后那些黑毛就会褪去 但是也有少数成年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黑毛 在花色方面呢 我特别喜欢有痘痘眉的柴犬 小时候有那两颗眉毛 长大以后就一定有 并且眉毛一般会扩大 我秋菊小时候就眉毛很明显的 那么长大以后扩大 已经到脸到一起 就成了一个爱心型 幼犬时候没有眉毛的 长大可能会有 也可能没有 下面来说黑柴 规定俗成是黑白棕三色融洽 胸口有蝴蝶 黑柴的脸一定是褐色的毛 包着白毛 它的棕褐色是黑白之间的过度 耳朵外面的轮廓会有一圈褐色 当然也没有绝对的标准 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小姐姐 她家的妮诺没有褐色也一样好看 再来就是体型 主要考虑的就是骨量 看她手臂粗不粗 尾巴是不是卷的 耳朵会不会太大 嘴巴会不会太长 眼睛不要太小 还有头型等等 因为在这一方面每个人喜好不同 比如我就不喜欢 头顶是挖下去的柴犬 眼睛太过于掉 即使在比赛中也不以固定标准评判 只要在合适的范围内 整体协调 主人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 自己喜欢最重要 那么我个人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来预测狗子未来会长什么样 那就是看她的爸妈 在爸妈长得好看 那么这只狗一定不会难看 所以这里也就回到上面 为什么要选正规犬舍的原因 最后就是关于训犬的思路 有人曾经告诉过我 如果你是第一次养狗 尽量不要养柴犬 秋菊啊 因为她小时候我们过于溺爱她 导致在她的认知中 可能认为她的地位凌驾于我们之上 曾经一度出现过 亲子之间的不和谐 家里人之前一度认为 是秋菊性格暴躁她本身的问题 但后来才了解到 这和我们饲养她的态度 有很大的问题 我没有多溺爱她 专门给她建了个微博 充了个会员 妈妈抱她坐车是这样子的 车上有她的专用座位 在公园里玩 我爸和她爸是这样子的 她真的好幸福 但是我们用错了方式 直到我们搬入了新家 并且这个假期 有很长时间陪在她身边 还有就是年初的时候 我在B站找 关于训犬的一些视频的时候 找到一个up主 问题狗狗大改造 里面有一些狗的案例 和秋菊很像很像 于是我就私信了那位up主 但是他没有回我 可是好在我看 他有那个微信联系方式 我就加了他 了解到可以这个视频教学以后 我们前段时间就在家里训练 随行 还有一些建立良好关系的知识 我前段时间也咨询过很多训犬师 大部分人都告诉我 面对这样叛逆 并且有野心的狗呢 不断地打压他 让他恐惧你 但那位老师跟我说的就是 要让他跪舔你 崇拜你 尊敬你 他才会完全地幸福你这个人 并且忠诚于你 不要从人的角度来思考 比如邱居现在躺在我旁边 不要以为他躺的地方他会觉得冰凉 因为他有很柔软的毛 不要以为给他吃人的食物 是解了他的馋 这样会有伤他的毛发和脾胃 他们有的是狼性 不会站在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更听不懂人的话 尤其是柴犬 一定要建立良好的主人意识 不要让他感受到 是停下来才得到 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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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清楚一个点 如果当我是一个乱糟糟的一个形态 当我是一个乱糟糟的一个状态 去面对正常的狗的话 这只狗是一定会变得跟你一样乱糟糟的 我们是一个带动的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狗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如果我积极 我愉悦 我放松 我轻松 愉快 那么狗不论他多么混乱 他都会受到我这种状态 什么影响 真的超级神奇 我们现在第二周训练到随行 光是一个简单的 每天在小区里面走这件事 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去开始变得顺从我们了 以前怎么叫根本不理 现在就是忽制则来挥制则去 以前上沙发怎么叫的 我不搭理我们 还会很兴奋 现在只要给他一个眼神或者口令 马上就会跑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关系的一些改变 只有这样你们的关系才是和谐的 你的狗才是幸福的 后来为了研究这个柴犬的行为 我甚至还读了这么一本书 敲敲告诉你们 只用在这支视频评论区留言 我会送出五位幸运鹅 在日本扭的柴犬扭蛋 每人两枚哦 最后我希望这支视频 能帮助到想养柴犬的你们 就这么依格 脚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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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下 那妈妈怎么录视频啊